比如说在一些欧洲国家呀 他们几乎是所有的行业 都要强制性地去购买这个环境污染责任险 但是在中国 渗透率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了 这一类保险呢 其实是介于政府跟企业之间的 所以我们也是 就是尽可能地在不同的地方 去配合政府的一些条例 去做这些砍品的设计 推广 我们就是自己 就是觉得这个原因呢 可能还是来自于 三个主要的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政府在这方面的 一个强推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因为毕竟是发展中国家 那我们的这个发展阶段 跟西方是有 是有这样的一个gap在的 所以政府在强推力度上 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之后性 第二个呢 那可能就是关于企业呀 因为企业目前的这个环保意识 虽然提升了很多 但是毕竟呢 那企业自身的这种环保的管理的水平 以及一些技术手段呢 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企业在自主投保 这个意识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欠缺的 第三个我们感觉呢 就是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一些风险管理的手段呀 其实都是从外部的就是西方国家去借鉴的 所以说借鉴过来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本土化的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目前绿色保险在中国没有说做到 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开花的状态 第一个呢 是这种我们的这些战略的体系 你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体系 你梳理了一些主要的原则 然后你再把这些东西去跟业务的 现在的流程去做有效的整合之后 所有的业务条件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首先要有一个交通的法则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层面呢 一个中国特色的这个评价体系 因为目前中国的这些责任投资人 他如果去做责任投资 或者是海外的一些机构投资者 想去投中国的公司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想你们也知道 就是缺少这个很好的ESG的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通道 因为我们如果是看现存的一些工具 MICI 然后道琼斯 SS等评价的体系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指标 它其实是非常不适合在中国去使用的 因为ESG它毕竟是一个舶来品 你怎么借鉴 它还是西方理念 有很大程度上的在里面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需要把它用到国内的话 你简单地去说中国特色 改一两个指标是不足够的 保险公司我感觉呢 在绿色进入上做的最大的 其实并不是绿色保险而已 因为绿色保险 它所覆盖的面 可能只有一些空牌企业 只是to be而已 我们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保险公司 我们在逐渐地打造一个负责任投资者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因为我们觉得通过金融的力量 综合金融的力量 去推动绿色金融 以及可出去发展 比仅仅通过保险去推动 整个社会的可出去发展的影响会更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